Hello,大家好,我是聊个一块钱 《切尔诺贝利》这部美剧现在已经完结了 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的 虽然把苏联黑的外交理念 但是总的来说它还是符合历史史实的 比如说列加索夫这个人 列加索夫就是在第一集一开始自杀的那个人 这个人他是真人,历史上真实存在的 而且他是当时的俄罗斯核能研究所的第一副主任 然后切尔诺贝利事故里 他是调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而且他确实也是自杀了 跟电视剧里一样 他是在1988年 就是切尔诺贝利核弹战两周年的时候自杀的 还有一个时间点电视剧里没有提到 自杀的第二天 他本来是要去做一个调查结果的报告 也就是说他在报告前一天自杀的 实际上他是准备向国际原子能机构 去汇报苏联的核电站的设计缺陷的 但是因为政府给他施加的压力 导致他没有办法去汇报 而且政府也禁止他公布这些 比如说操作失误 还有设计缺陷的这些细节 当时在维也纳召开一次秘密的 关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一个会议上 他是做了报告 但是他并没有说具体的人为的操作失误在哪里 还有设计券在哪里 这个也是上级给他施加的压力 当时有一个期刊是报纸还是杂志 我就不太清楚了 但是名字叫原子科学家公报 当时在这个杂志或者报纸上 也刊登了他的一篇文章 他也从侧面的说了一下 就是当局对这种反应对设计缺陷的态度 总的来说就是他相当不满 所以这个也从侧面证明了他自杀的原因 他自杀以后 因为他在苏联的核能界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人 所以他自杀以后 苏联的核能圈子就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之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缺陷 就立刻被政府接受了 然后也立刻得到了修改 所以这个也是比较欣慰的一件事 而且在1996年的9月20号 当时前苏联已经解散了 当时是俄罗斯 俄罗斯的联邦政府叶利钦 也追授了他联邦英雄的称号 而且还表彰了他在调查时的勇气和英雄主义 电视剧里一开始他就在录一个录音带 然后后来他把录音带藏在了一个地方 那这个录音带也确实是存在的 在他死之前他确实录了一份录音带 而且这份录音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料 用来研究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 因为这个录音带里有大量的当时的处理过程的细节 包括高层的决定还有很多技术问题 但是其实并没有谈到一些政府的态度或者这种专制之类这些 不像是点连续剧里面说的 连续剧里一出来就是各种敏感词什么谎言怎么样 这个细节是导演自己加进去的 所以还有一点就是在电视剧里面它是六盘录音带 但是实际上其实只有五盘 这五盘现在已经有人把它做成了文本 我把网址放在这边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如果懂俄语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 因为全是俄语的 在他的这一套录音带里面 就比较明确的指出了当时事故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设计缺陷和安全管理的漏洞 其实这里面涉及到很多核能反应堆的一些专业的知识 那我就不详细的讲了 简单来说就是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的反应堆 它有一个设计缺陷 然后设计缺陷存在了好多年了 它一直是电厂的重点的整改项目 然后各个领导的政治压力都比较大 不过在几年前其实就已经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 之前已经测试过三次了 但是都失败了 就是因为参数的调节问题 或者因为种种客观的原因都失败了 这次测试就是第四次测试 这么重要的一个安全隐患 再加上之前有好几次测试失败的经历 所以这次测试领导的压力都比较大 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政绩试图之类的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巧合 可能很多人都忽略了 电视剧里边也没有提到 这个巧合就是在测试的当天 有另外一家电厂跳闸了 就是它不能发电 然后切尔多比利电厂这个测试 是需要停机的 所以当时为了保证城市的供电 就把这个测试延后到了晚上 这样就引发了一个问题 做测试的人员 他都是在白班 就是白天上班 这些人他们是经过专门的培训 他们非常了解测试的环节 步骤之类的 但是这些人在白天等一百天 没有测试 他们晚上就下班走了 真正做测试的人是夜班的人 这些人他们是不了解测试过程的 国际核能安全咨询小组 在爆炸以后立即进行了调查 然后在1986年 就是爆炸的同年 就发布了一份报告 这份报告里面就明确的说出了 主要原因是人为操作的失误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是谁的操作失误 这里边我要提到三个人 第一个人是托普图诺夫 他是当时的高级工程师 他是三个月前才刚刚生成高级工程师 他是最直接的操作人员 就是负责操作设备的人 他死的时候其实只有25岁 第二个人是阿基莫夫 他是当天晚上的值班主任 第三个人是加特洛夫 他是代理总工程师 或者是副总工程师 也是这次切尔诺巴利核事故的 直接负责人 这个人他只有一些小反应堆的经验 然后在电视剧的形象是非常负面的 我们来看一下他为什么是负面的 因为这三个人的名字都是俄罗斯名不太好记 我们直接用他的头衔来代替他们 首先高级工程师 就是特别年轻的25岁的高级工程师 他做了一个错误的操作 这个操作导致了反应堆毒化 具体我就不讲什么是反应堆毒化了 简单来说就是反应堆的功率没办法提升 当时测试需要的功率是700兆瓦 但是当时反应堆被他降到了30兆瓦 也就是非常非常的低了 这个时候值班主任阿基木夫 他就非常的担心 因为反应堆当时很不稳定 所以他就强烈建议代理总工程师 终止这次测试直接关机 但是这个代理总工程师当时并没有听他的劝告 我个人感觉可能也是因为政治方面的压力 因为这次测试如果被他搞失败了 很有可能他这个职位就被免了 或者受到什么惩罚之类的 所以他当时非常坚持要继续做测试 他甚至威胁这个值班主任要免除他的职位 所以这个值班主任当时也没有办法 只好跟着这个高级工程师继续测试 之后我就不细说了 反正进行了一系列的错误操作逆向操作 比如说关闭了这种紧急核心冷却系统 区域自动控制系统 紧急停机系统 能够避免爆炸的这种自动控制系统 全都被他们给关掉了 再加上这些人他们对核电厂的物理知识非常的欠缺 最终就导致了爆炸 说是人为因素其实不只是这三个人 比如说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的厂长 他叫布留哈诺夫 他只有燃气发电厂的训练经验和工作经验 简单来说他就是一个外行管内行 专攻政治斗争的一个领导 然后总工程师福明 其实以前也是一个常规能源厂的厂长 他对核反能堆也是一知半解 这里还要回来再重新提一下值班主任阿基莫夫 这个人一度被认为是这次核爆炸事故的主要责任人之一 但是其实他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 在爆炸之后他就立刻组织了工作人员进行救援 在电视剧里有这个桥段 就是他在没有穿防化服的前提下 在这个离核反对配上近的地方拧那个水的闸门 他一直工作到凌晨 然后因为过量的辐射两个星期以后就死在了医院里 和这个人形成现用对比的就是那个副总工程师加特洛夫 他为了自己的政绩为了自己的职位坚持测试 是这次事故的最主要的原因 但是他没有死 他没有受到过量的辐射 在1987年 就是爆炸后的第二年 他就被判了十年监禁 但是五年之后就被释放了 释放之后他立刻就写了一本书 这本书里其实也披露了大量的当时的细节 不过这本书里边全是在 怎么说呢 在喷当时的设计者 把自己的锅甩得干干净净的 这个人在1995年的时候 因为心脏衰竭死掉了 死的时候大概60多岁 在1992年 国际核能安全自行小组 就是同一个小组 他又推出了一个新的报告 把上一份报告 就是在1987年一份报告 全部推翻了 这份新的报告里边就提到了 关闭这些紧急的控制系统 不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 实际上关闭这些紧急系统 都不算是违规操作 这份报告里边就明确提到了 很多的设计缺陷 而且是因为这些设计缺陷 导致最终的事故发生 这些设计缺陷 涉及到很多的核反应堆的专业知识 我可以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首先最严重的一个缺陷 就是空泡系数 空泡系数就是当水 比如说我们煮热水的时候 当水烧开了 底下会有气泡 同样的 它核反应堆 当你的冷却水循环变慢了以后 就是冷却水过热的时候 会把冷却水烧开 它里边有气泡 所以有气泡的时候 会加剧核反应堆的反应速度 当你的冷却水流变慢以后 本来应该降低功率 反而那个时候会提升功率 这是一个严重的缺陷 第二个缺陷就是控制棒的设计 控制棒就是怎么解释 控制棒就相当于 比如说你点一堆火 然后你想用一盆水把这堆火浇灭 那这盆水就只有控制棒 当你把控制棒插进反应堆里边 就能停止反应堆的反应 但是有一点 控制棒的前端有一块石墨 石墨就相当于你往这堆货里扔柴 让这堆火烧得更旺 也就是说 如果你想用一盆水浇灭这堆火 你就先往这堆火里边添一把柴 其实这个问题很早以前 就在另一个电厂被发现过 当时就出现了非常怪异的情况 当要停机 把控制棒插进反应堆的时候 反应堆的功率反而提升了 当时有人报告过这个情况 但是因为当时没有发生任何事故 所以也就没人理会了 这其实也是一个安全意识的淡补 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 比如说控制棒在过热的时候 它会变形 这个也是爆炸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为当时想要插 想要把控制棒插进去 但是因为它的变形 导致了控制棒卡在那边了 就插不进去了 其他的一些设体缺陷 比如说没有在周围加阻隔体 就是没有盖外壳 这个其实也是 我在上期提到的 当时苏联正在兴建 大量的兴建新的核反对 导致资金短缺 所以这个外壳就没有建 这两份报告 就是一个是在1987年 一个是在1992年的 这两份报告 虽然提到的都是事实 但是他们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 其实这个也反映了 当时的政治力量 不同的势力 对这个调查结果的影响 在第一份报告的时候呢 注重的是人为的失误 因为呢 当时苏联还没有解体 而且当时苏联呢 他最引以为傲了 就是他的这个核能反应堆 他不想让外界 尤其是让美国知道 自己的反应堆有任何的缺陷 所以呢 他当时极力的阻挠 这个公布反应堆设计的缺陷 所以呢 当时的这个报告呢 就被定性为人为操作失误 第二份报告呢 大家都知道 在1991年的时候 苏联就解体了 那这份报告呢 在解体的第二年发出来 就更正了之前的一些观点 就把人为的失误改变 改变成了设计缺陷 而且呢 设计缺陷呢 也是列加索夫 就是我在视频一开始提到那个人 他极力主张的一个观点 不管是人为操作的失误 还是设计的缺陷 最重要的一点呢 都是这些人 他们对安全意识的淡薄 我觉得呢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原因 首先呢 我的观点是 我是百分之百举双手赞成支持核能的 首先呢 我不懂核能 我不是核能专业 我的核能知识也是非常有限 但是我觉得很多反对核能的人呢 他们未必知道的就比我多 所以呢 我还是有资格在这里表达一下我自己的观点 那我支持核能理由是什么呢 我先给大家看一张图 这是一张非常有名的照片 这张照片叫暗淡蓝点 这张照片让这个箭头指的小小的小白点呢 就是我们生活的地球 我们所有人类生活的地球呢 就像一颗小小的灰尘漂浮在这个宇宙里边 虽然呢 我们说我们的科技日新月异 我们科技发展的非常快 但其实呢 我们人类文明呢 还是在非常非常初级的阶段 在一个婴儿阶段 如果我们现在就自我满足 或者我们现在就对这些 我们还没有办法掌握的 比如说能源呀 或者科技呀 或者AI呀这些 我们就非常畏惧这些东西 那我们人类可能永远都无法再继续进步 最后呢 我们可能会消耗掉地球上所有资源 然后我们人类就会灭绝在这颗地球上 虽然我知道 探索这些新的资源 新的科技代价非常的大 比如说像切尔诺贝利核弹站呀 还有福岛核弹站 今后可能还会有其他的核弹站 再发生事故 或者其他的科技 或者其他的新的能源 威胁我们人类的生存 但是呢 我的观点是 我们一定要去征服 我相信我们也能够征服 新的科技和新的能源 这样呢 我们人类才能够继续向前发展 我们人类才有可能离开地球 一遍到其他的星系 探索更深的宇宙 这就是我的观点 好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 谢谢大家的支持 再见 再见